嗨 大家好 我是體積 哈囉 大家好 我是米露努力 先各位幫我上水評做我 喔 好長喔 那我的頻道最主要是跟大家分享美妝保養 然後還有一些東京的吃吃喝喝 如果你有對這樣的主題有興趣的話呢 可以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然後開啟通知小鈴鐺 我..我在..在..在講話 今天呢就要找米露一起來跟大家聊感情 因為我覺得很多事情女生其實很容易很盲目 對 跟男生想的不太一樣 對 尤其是在判斷說這個人到底有沒有喜歡我 沒錯 欺騙自己也好還是真的不知道也好 我們就很常想說啊他到底有沒有喜歡我 還是他到底有沒有那麼喜歡我 這是我們最常在談戀愛或者是在曖昧期間就是有很大的疑問 對 有時候有事被當沒事 沒事的時候被當有事 這是最難過的地方 對 所以我今天就是募集了幾個網友他們的問題啊 然後我就想說由男生來佐證 因為我每次看你在講那個愛情 怎麼會講得這麼好 怎麼會分心得那麼精闢呢 我也覺得我講得很精闢 對啊 然後呢我們等一下先比出 我們覺得這一題的這個男生到底有沒有很喜歡他 你覺得有喜歡就圈 沒有喜歡就差 好 那我們就開始囉 Let's go 第一題 喔 一直欺騙慣性說謊 一二三 阿他就在騙你阿不然咧 不然是你說謊 你還要執迷不悟嗎 這個就屬於一個暈喘的狀態 你可以忍受對方騙你幾次 以前我都說試不過三 我會給三次 我現在一次就出局了 我會覺得一次就出局 對 有一就二 有一絕對有二 覺得有時候有一些人就是 可是 可是相處的時候他怎樣 可是他沒說謊的時候他對我很好 所以你在做的時候呢 你要怎麼讓這個人醒來 你不要理他 你讓他自己吃虧吃到爆 你一直碰到一個 到這邊他他就會醒了 好 好 下一題 不願意公開關係 但又怕我委屈所以對我超好 一二三 唉唷 為什麼 有句差喔 因為我覺得男生如果會這麼做 不願意公開關係可能有幾種狀況 一種就是如果你們今天是同事 對啊 那我們可能分手後會很尷尬 對啊我剛才也是想到這種類似 但是如果除此之外 不願意公開關係的理由到底是什麼 我會比圈是因為這一題 我看起來有一些討論的空間 工作有關係啊 或者他真的很在意你 想要在這個初期先保護一下這段感情 因為我不知道時間多長 但我看到的重點是他 有試著對他蠻好的 那搞不好會救啊 有可能 這個不知道 怕我這樣講如果是說我真的猜錯的話 會不會讓這個人造成心中的恐慌 不會啊我們就 公平公正的給意見 因為我覺得還有另外一種可能 就是假設他有一個正攻 但是呢 他就是想要正攻又想要你 有可能 所以他知道如果他不對你好你會離開 所以他就對你更好啊 有可能 我被害妄想證字 好我被你說服了 你比較小心 對 因為我覺得女生就是還是要好好的保護自己 不要讓自己吃虧 所以這個東西我會覺得你還一個就是 可以先打個問號 確定他到底為什麼不公開有沒有關係 原因是什麼 能不能說服你 對 如果說服不了你 心中還是陰影覺得很奇怪 有問題的話 那就 下一題 我問的訊息不會在訊息上回 但會在見面時候當面鬼 見面會主動來聊天但是訊息不常 我覺得算圈欸 我覺得我的被害妄想證真的很嚴重欸 你是那種不想輸的類型 我不是不想輸 任何不好的可能性你都要把它取出 因為我覺得前期你就是要好好觀察對方 對你是一心一意 後面才有戲場啊 如果你們在曖昧期間或是才剛在一起 他就這樣子的話 那我們後面還要去指望就是他會更好還是怎麼樣嗎 訊息常常都沒有回 他到見面的時候才回你 曖昧期間或是什麼 你又沒有跟這個人投居 你不知道他的生活在幹嘛 嗯 我就可能會往壞處想 我就會想說 搞不好他是不方便回你 那為什麼不方便回你呢 因為他旁邊有其他人啊 喔 原來是這樣子 對啊 我剛剛是沒有往那邊想 要往那邊想嗎 我這邊的想法是可能 A他就是不傳訊息的 你可能先判斷一下 他只這樣子對你 還是他對所有的人都這樣 那再來就是他真的可能很忙 沒有自己回路訊息 在這邊也跟男生講說 如果你是屬於這個類型的話 你可以直接傳語音 如果你覺得答字很煩或幹嘛的 對 以前都會一直猜我 現在都會直接歸類為他就是沒那麼喜歡 那我提一個問題喔 因為我遇過有些人他就是 用文字表達的敘述的能力很爛 很爛造成他沒辦法回答一些 比較有深度的問題 他就選擇不回 訊息都不回 我就會覺得很可疑啊 好啦好啦 你覺得他身邊有人的機率不大嗎 欸 被你這麼意思說好像是有人可以 是不是 好 可以 是不是 聽你的聽你的 欸還是戀愛的小達人 聽你的聽你的 我覺得追根究底就是 如果像你說他很不會表達好了 或者是你說那個人本來就不習慣 回人家訊息 對啊 可是如果你今天真的很喜歡一個女生 你會不回他嗎 我不會 對嘛 是不是 你真的很直腸子欸 你就是直接直走到底不轉彎那種 因為你知道活了36年 我們已經開始要坦然面對自己的感情 我不可以再為了喜歡對方而做藉口 好 對我們要當機立斷 你看有多少個歲數可以去浪費一點時間 有道理 對方的手機原本是自己的照片 後來默默把手機桌布換成了黑色 嗯 說是因為被同事問很煩 來吧 我想 我想一下 我覺得這一題有一點複雜 好 1 2 3 為什麼 我覺得可以接受吧 我不能接受欸 就 一個最簡單的舉例好了 如果 我在當兵 當兵那個狀況 就是一堆臭男生 每個人看到你的時候 就說欸你馬是很正欸 哇怎麼叫的啊 那不是很得意嗎 但我就會覺得很煩 可是如果你真的 很喜歡對方的話 人家講的應該是會覺得很驕傲啊 但我就不想一直跟我不要吃 我馬是我驕傲啊 有 但像我就不想跟一些 我不想跟他交朋友 還有 我就不想跟他講說 我怎麼樣的人解釋那麼多 就會把他換掉 就是會覺得 你的私生婆乾他們屁事這樣 對對對 這倒不是說 不想公開我有女朋友 我覺得可以 這還有很多後續的判斷 就不要因為 索屏一幕給換掉的時候 就覺得 嗯 他好像不是那麼喜歡 我覺得這還可以考慮一下 好吧 你剛剛講的我能理解 因為我男朋友也算是這種人 他會覺得 跟他不是好朋友的 對 為什麼要知道我這些事情 但是我自己私人的事 對 好吧 因為你男人也是水瓶座 對他也是水瓶座 我覺得水瓶座的人 非常的重視自己的隱私 對啊 那怎麼判斷 這好難喔 他會不會跟他還不錯的朋友 講 他現在有對象 這個蠻好判斷的 了解 鎖定的螢幕桌布換了 然後他身邊也沒有任何人知道你的存在 那就怪怪怪怪怪的 那就怪怪的 對那就怪怪的 也是也是 稍微有解 被你說服了 終於扳回一城 對 一開始是追蹤前女友IG 訂閱Youtube 嗯 他女朋友是Youtuber 前女友是Youtuber嗎 雖然退了 但前陣子又發現 跟之前聯誼對象 互相追蹤IG 欸等一下我理解一下喔 這個是兩個不同的問題喔 所以他現在問題裡面 除了提問者本人之外 還有前女友是Youtuber 以及他追蹤了聯誼對象的IG 對 所以這個人 同時有三條線 對 所以我們要先比 我們要先比全差 這個蠻明顯的 他或許現在跟你在一起 可是如果他還同時有這些小動作的話 就表示他的心還不是那麼定 也不是那麼的認定你 對 我再來看看有沒有什麼更好的線啊 我們都先當朋友 都先多聊聊 沒錯 他就是還在打獵中 那這一題我們蠻有共識的 沒錯 講一下 我就追蹤前女友那個還有討論空間 就如果我們今天在一起的話 你在意的話我就退掉 對 但是追聯誼對象的IG 這個就非常有問題 對啊 而且為什麼跟你在一起 然後還要追蹤聯誼 為什麼還要聯誼 因為聯誼的這個目的性很明顯 對啊 然後下一題 你常回答隨便 都可以 不知道 絕對差的啊 這種很煩耶 他很明顯 對你就兩個字 眉心 敷衍 對 沒什麼好講的 而且我覺得這種人其實談戀愛是最麻煩的 因為就變成你連溝通都沒辦法溝通 你如果試著要花時間跟他說 你不覺得我們最近的感情是不是有些他就說 呃不知道 還好啊 我還好啊 那你覺得我們是不是可以多一點互動或者 呃不知道 看你啊 對這種人你連溝通都沒有辦法溝通 你還要跟他在一起 你想一下 你喜不喜歡這種感覺 如果不喜歡 那就考慮考慮 嗯 我覺得要判斷一個人對你有沒有興趣 嗯 就是喜歡你就是看他願不願意花時間在你身上 對 他連想都沒有想就是 他覺得他的時間很珍貴啊 沒必要浪費在你身上 嗯 嗯 好啊都好隨便看你 嗯 那就代表說他其實不想花時間 沒有那麼在乎 對 除非他對外面的人事物通通都 都能幹 對 對然後他連他對自己的視野都要隨便 不知道忘了 軟爛型 對 可是他如果只有對你這樣 但對朋友也很積極喔 好那很明顯的吧 社群帳號從未出現過我 出去玩的線動也不會拍到人 哇這個 嗯 這個我們說的這個網路用語就是 他可能是個伴手 那常常去各大景點拍照都走一個人 對對對 對對對 他公然要比圈差 好 來這個 一二三 絕對是差啊 這很明顯啊 對啊 有什麼沒必要長的那麼側 假設你們已經在一起了 為什麼他連線動任何社群 他連拍照都不會帶到你 他都要避開你 那就很奇怪啊 對啊非常的有趣 是覺得跟你在一起 見不得的人 很丟臉 放個合照也還好吧 什麼啊 對啊又不是說要你就是用力的放閃 我覺得啦 對 就算不放正面的合照 嗯 他至少也要放一些什麼 酒杯有兩杯啊 對 或是兩雙腳 這一種的暗示性一下 嗯 如果他真的很害羞的話 至少這個可以吧 對啊 那我覺得還有另外一種判斷方式 就是 假設他就是一個超級低調的人 你有沒有認識他的任何朋友 就是任何朋友知道你們是在一起的 對 他的朋友 如果說他家人也不認識你 然後身邊的朋友也不認識你 沒有任何人知道你的存在那 那很明顯就是 就是一個 半游 半游的角色 對或是備胎 這可能真的是備胎 沒錯 每天虛寒問暖 嗯 可是呢 朋友說有可能是同時很多線 或他無聊 嗯 唉 這一題啊 圈啊 哇 欸這是我唯一一題 比圈的一題 欸對耶 欸真的耶 只有虛寒問暖可以打動你 不是不是不是 我覺得這個東西呢 他要分 兩種講法 好 虛寒問暖 然後你朋友說可能同時多條線 我覺得有可能 有可能的確 那如果同時多條線 或許他現在是沒那麼喜歡你 嗯 可是假設他沒有同時多條線 他只是無聊 不可能 對 因為我覺得 男生不會無聊到 去跟他沒興趣的異性聊天 對啊 真的不會 他就是對你有一個基本的興趣 但是那個興趣有多大 到多少 不知道 還是他只是覺得 喔你很正身才好想跟你 跑起來 他也是會虛寒問暖 至少確定不會是無聊 對不會是無聊 對 有一點好感 這樣我就覺得 我就可以問你了 好來 要怎麼判斷這個男生 就是初期喔 搞不好也還沒在一起 你要怎麼知道這個人 有沒有同時多條線 通常同時會多條線的人呢 他就是高級玩家 他是很聰明的 不會讓你看透的對不對 哇 那就代表他行之有年了嘛 常常多條線 你也看不出來 絕對看不出來 但如果他多條線 又被你發現的話 就是他笨 多條線是 很難 很難看出來的啊 很難看出來 哇這個很難判斷耶 第一個當然是 你有機會見到他的朋友 這個人可信度就高一點 就假如說 好了我現在有個對象 我帶他就是說 喔我現在是跟天穎在拍片 對 那如果你等一下要找我吃飯 你先過來在這邊等我一下 嗯 那這個可信度就蠻高的 他願意讓你參與到他 有第三個人在的生活環境或工作環境裡頭的話 大家就可以做個參考 但我覺得這一塊就是有點難說 還是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們說 你之前有用什麼樣的方式 然後發現到男生現在是多條線 因為我非常想知道 就是男生叫錯名字 就代表他的多條線 還是說他今天跟你聊天的時候 然後說 欸我記得你不吃海鮮 結果 欸 我吃爆欸 對記錯人 有其他想法就是 或是其他心靈也可以留言 來跟我分享一下 想問一下米霧 如果今天要判斷 這個男生其實 真的很喜歡我 嗯 那男生會怎麼樣 因為我們剛剛其實回答的問題 都是這些女生不確定說 所以他到底是有沒有喜歡我嗎 我有兩條 第一條因為我是水平座 對 我真的很喜歡一個人的時候 我也非常熱烈的跟他分享 我有興趣跟我有熱情的事情 比方說我會希望 這個女生可以跟我一起去看演唱會 真的去我有熱情的地方 然後跟他分享我的看法跟想法 嗯 那第二個呢就是 我會帶他去我朋友的聚會裡面 我想把他介紹給我的朋友 因為我也想讓這個女生 適合跟我的朋友們相處 因為有時候大家坦白會混同 對 但是如果你朋友也認識他的話 你比較可以去問朋友的意見說 欸這個女生其實怎麼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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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適合這樣 對 這樣就代表你這個男生真的有點認真啊 嗯 我自己這樣覺得 真的蠻喜歡這個女人 你會每天傳訊息給他嗎 會喔會每天喔 會每天 但這還是很看人 如果他就是不喜歡被打擾的那種 我也不會一直逼開 喔 逼著人家恢復這樣 但我會試圖表現我的慣性 這個基本的一定要做到的 我們有表現慣性嗎 你要不要接受的是另外一回事 至少我們有誠意 對 跟他睡有異性密我 他好像沒有特別的反應問號 喔喔喔喔喔 哇這太難了吧 1 2 3 X X我是X 我給他半圈半叉 半叉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有兩種可能 好 那我圈的可能呢 就是有異性傳訊息給你 他可能現在只是不想要讓自己看起來很難看 或是男孩子小家子氣 所以他先按兵不動 然後想說 先默默想說是誰在傳訊息給你 但他其實不一定沒有感覺 只是他表現的沒有反應 在忍耐 對在忍耐 然後另一種就是 真的是像你說的沒有任何反應 那就 當然就是沒那麼喜歡你啊 嗯 我同意啊 我的想法是呢 要不就是這個男生很有自信 他其實不在乎 就是你到底還有幾個對象啊 我為什麼還沒解決的 還在曖昧的 就是我也不care 就是你 我現在就是擁有了你 這麼有自信啊 這種我覺得是有的啦 所以這算是一種有自信到 他其實還是真的很喜歡你 只是他沒有在怕被搶走 對 逼的可能性就是 他其實 也沒有認識麥當一回事啊 可有可無 就是你們是一種 屬於一起 一起跑步 一起跑步的朋友 互相沒負擔的朋友 哦 那可能他就真的不太在意 因為這個問題他並沒有講清楚說 他們是男女朋友還是什麼 但是這寫跟他睡 跟他睡的感覺 好像是還沒有確定一個關係的感覺 那假設如果他們是跑步朋友的關係 啊他們就已經是跑步朋友了啊 那就女生運轉了嘛 但是如果女生他就想要變成交往的對象咧 我覺得那是個不好的開始 他的開局就已經是錯誤了 你知道開局的時候我們裝備拉錯了 通常就是去獨擋比較好 不然就要浪費很多的時間去 扳回這個局面 可是如果沒有一個基本喜歡 為什麼可以當跑步的朋友咧 我覺得大多的男生 還是可以把性能和愛分開的 我也沒有跑步朋友的經驗 或許等有了 我再來你的頻道 好再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可以寫進去嗎 關於跑步朋友這件事情 對因為跑步朋友這事 我也是 我不太 我不太 我真的不太能理解 好那今天這一集呢 就來提供以上這幾個問題 如果你正在看這個影片 然後你的問題有被選進去的話 就是可以參考一下 那不知道大家對於怎麼判斷男生 就是到底有沒有這麼喜歡我 可以在下面發表你的意見 那今天謝謝米露 不客氣 很開心來 對然後我今天同時在米露那邊 也會有一支頻道 大家可以過去看 然後我會在下面貼連結 還有貼米露的Youtube頻道 對那最後喜歡的話 可以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開啟分享的鈴鐺 然後追蹤我的Facebook Instagram 下次見 掰 掰掰